新明紀第24章 如果一人娶妞,占有她之后,在她身上发现了甚么难堪的事,因而不起悦她,便给她写了幽书,交在她手中,叫她离开她的家 而这女子走出了她的家,又去嫁给了另一人为妻 如果后夫又征户她,给她写了幽书,交在她手中,叫她离开她的家,或者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 那么,哪有她的前夫,在她受了污辱之后,不能再娶她为妻 因为这在上主面前是可征户的事,你不可使上主你的天主刺给你作产业的土地陷于罪恶 人取妙辛苦,不应从君出征,也不可派她担任什么职务 她应在家享受一年自由,使她身取的妻子快活 不可拿人的磨,或上面的一块磨石作抵押,因为这无意是拿人的性命作抵押 若发现一人拐大鸟以色列子民中的一个兄弟,叫她充当奴隶,或将她贩卖于人 这拐子应处死刑,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鸟这邪恶 如有拉病的情形,应传召纳未施制指教你们的谨慎遵行 我怎样吩咐了他们,你们就怎样遵守执行 你应记得你们出埃及后,在途中,上主你的天主对米黎安所做的事 何时你借给你近人什么,不可走进他家索取抵押 应站在外面,等那只太的人把抵押给你拿出来 倘若他是个贫苦人,你不可带着他的抵押去睡觉 反之,在日落时,无要将抵押还给他 好叫他睡在自己的外衣女祝福你 这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算是你的功德 贫苦可怜的容功,不论是你的一个兄弟 或是你城镇地区内的一个外方人,你不应欺压他 应在当天,交给他供钱,不要等到日落 因为他贫苦,他急需供钱用 免得他对你不满而呼求上主,你就不免有罪了 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 亦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 每人应为自己的罪被处死刑 不可侵犯外方人或孤儿的权利 不可拿寡妇的衣服作抵押 应记得你在埃及曾做过奴隶 上主你的天主曾将你由那女救出 为此我吩咐你应进行这条命令 当你在田间收割庄价时 如在田中忙下鸟一群 不要再回去拾取 要留下给外方人,孤儿和寡妇 好叫上主你的天主在你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 当你打橄榄树时 不要再回去打树之上所剩的 应留给外方人,孤儿和寡妇 当你收获葡萄时 不要再择取所剩下的 应留给外方人,孤儿和寡妇 总应记得你在埃及地曾做过奴隶 为此我吩咐你应进行这条命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